解答你就打開來 這邊就有剛剛打的一模一樣的層次 就在底下 底下這邊 各位可以看到 有沒有 102 那最後的答案就在這裡 所以你如果假設實在是不OK 你就先複製 然後貼上 貼到我們的Equivus裡面 這邊 其實就是一模一樣的東西 不過其實這個 那再來就是你要熟悉 我剛剛講過 其實這四行 其實只要打一行 這個用貼的 這個的話也是一樣 如果你做一行 如果你要貼很簡單 這個Ctrl C 所以其實你只要寫一行 這邊把它改成3跟4 對不對 然後下面的話 再把它複製 貼上 比如說這兩行的話 其實只要什麼 改一個什麼 小於 有沒有 只要位置是對的 程式就寫完了 所以你說這個應該真的花不了幾秒 一分鐘都不用 對不對 不過前期是要熟練 OK 好 那待會的話 我們剩下的時間不多 下午 大概我們就 再來等 也會再來看104題 所以待會如果各位有時間的話 可以把104題 稍微看一下 104題的話 其實主要是計算 圓面積 那圓面積裡面的話 它主要是要計算什麼 面積跟周長 也就是說 輸出的話 你如果你輸出 輸入的話 只要輸入半徑 但是底下要必須把 它的半徑 跟它的什麼呢 它的周長 跟它的那個面積算出來 而且要取到小數點的第二位 應該都知道吧 周長應該 如果你輸入面積 那周長的公式是什麼 對 2πr OK 所以你就是把2πr的公式 把它加在這個後面 你的答案就出來 因為2乘上π 所以需要π 那π 當然你不是用3.141592 對不對 不是自己背的 而它這邊有個提示 說要怎麼樣呢 請你需要用 input max 意思就是說 有個max的一個 一個這個module 一個模組 這模組裡面呢 有一個 一個屬性 叫做點π 那可以透過點π 它會自動幫你 得到那個π的值 所以你們待會也可以試試看 在這邊的話 比如說我今天 怎麼input 一樣開一個A104 那你可以怎麼input 特別是這個input 指的是說 我需要有一個韓式庫 這個韓式庫在外面 它已經幫你裝好 只是說沒有把它拿進來 把它拿進來 然後呢 你就是要得到π的話 你就print 然後那個 max裡面 它有一個什麼呢 叫做π的這個值 它就幫你記錄在 所以你print的π的話 執行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 它底下就會跳出 它π的值 而且應該取到很後面的小數位 所以 意思不是叫你用π 而是說 你要學會 如何引用max 然後再取得它裡面的π的值 那如果你要2πr的話 周長的話 不是就這樣 2乘上π 然後再乘上r就好 乘上r R如果是10好了 那你就執行 這個就會出現什麼 它的周長 有沒有就這個數字 那如果你要取到小圈第二位的話 那就是什麼 雙引號 有沒有 還記得吧 先在這邊加個什麼 加一個那個 這個大瓜糊 冒號 點2f ok有沒有 然後後面就加什麼 點format 所以這個可能 我想第一類 你要通過 瓜糊之後 把2πr放在裡面 然後瓜糊起來 意思就是把這個東西 算好的東西 放到這個大瓜糊裡面 格式到小數點 應該可以懂的意思 所以你把它執行一下 有沒有 62 其實應該就跟這個題目裡面要的 有那麼一點點像 這一題好像是 有沒有 62.83 就出來了 一模一樣 只是說前面還要再加一個字串 串在前面就ok了 如果說我要什麼 我要它的面積 那面積 公司是什麼呢 公司是 πr平方 所以π π就有了 π在這裡 r假設是10 10平方 平方怎麼寫 乘2 對不對 ok πr 我是用10 πr平方 寫好的 就run一下看 我ok 也是這樣取到小數點第二位 有沒有 31.16 所以剩下來就是什麼 再把那個字串放到前面來 你這一題就答對了 ok 10的話是input 所以你變成說你要input到一個變數 然後把這個變數帶到這邊來 就ok了 所以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 所以其實這一題沒有很複雜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 那中午的話也許我們就休息一下 那下午我們就是 預計的進度 就是把我們那個證照考試的第一類 用比較淺顯易懂的方法 讓我們就是比較盡量不要刻板 這個考 除了說你可以 學會那個Python的程式之外 也還能夠銜接證照考試 ok 為目標 我覺得這題目真的不困難 花一點時間順便了解一下Python ok